另外花莲市中山路位在闹区 也是一条重要的道路 但是因为两旁的商家众多 不少的驾驶都会贪图方便 任意的围停 经常导致用路人为了闪避而造成事故 因此花莲县警察局 特别在中山路的七个路口 建制了科技执法系统 24小时的路影 针对违规停车情况取样 再由人工叛徒 从1月到10月开始 只要确认有违规事实 就会开单取缔 希望能够有效的 嚇阻违规的情况 开车上路行进闹区 经常可以看到违停车辆 这种行为不只是缺乏功德心 还会造成交通乱象 根据陷阱区交通队统计 去年中山路因为违停车辆 所造成的事故 就有高达705件 其中甚至有405人 还因此而受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华联县警局特别在中山路七个路口 建制科技执法系统 利用24小时 录影自动侦测 违停车辆的方式 在1月10号开始 只要确认有违停事实 就会开单取地 只要说我们的违规的车辆 在这样热点的一个路段 那有这样的一个 以上的一个违规 太阳的停车的部分 那我们的系统 就会锁定这样的一个 违规的车辆 当如果这个太阳 还是继续在存续当中 那我们这个系统 就会射入 完整来射入 那完整作为以 我们日后再作为一个 违规停车的一个取地的 一个证据以及依据 那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经过收证之后 我们还经过这个 严谨的一个态度跟做法 来做这样的一个 事后的人工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审核 如果说在违规 构成要件 不是很明确的情况下 警方就不会这个 这样的一个 做一个举发动作 警方也指出 市区道路围停 多围并排停车 红线停车 或是在路口10公尺内停车 及明显妨碍到 踏车通行等等 而依据道路交通管理 处罚条例 违规停车及违规零停 最高可罚 新台币300元至2400元不等 呼吁民众误存侥幸心态 贪图衣食方便 不只是伤了荷包 更有可能导致其他拥有人 因此而发生事故 实在是得不偿失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